台湾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疫情指挥中心 26号晚间临时召开记者会 证实又有新个案 国内目前确诊第四例 这一例是一位北部50多岁的女性 那在1月13号到15号 曾有中国大陆的武汉旅游室 那她并未前往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这名妇人15号离开中国武汉后 就到欧洲预计旅游10天 22号开始出现咳嗽 25号症状加重 当天她就独自搭机 先到广州再回台 入境时主动通知机场人员 她蛮空的 所以她有特别 她自己掉了一个位置 所以好像前后都没什么人 她也全程都佩戴口罩 妇人在26号确诊 没去过华南市场 也没有明显发烧 是我国改变通报定义后 拦截第一例 不过从武汉旅游到欧洲 过程中到底接触多少人 疫情中心仍在掌握 她是跟团 因为她跟了那团 都没有跟她回来台湾 不仅台湾 全球疫情都升温 从爆发到26号 中国已经累计80人死亡 确诊人数达2744例 北京甚至出现 9个月大女婴染病 成为最年轻患者 而中国以外国家 总感染人数也突破2000人 武汉肺炎来势汹汹 如今台湾又增第四例 为了不让防疫破口 越变越大 各相关单位绷紧神经 欢迎新闻林永辰 正海中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